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会坐JR去高重的琴瓶学他们做乌冬 在网上看到人们说挺好玩的 不知道又会是怎样呢 跟着我们就会去旅程最期待的温泉酒店一婆两隻 不要说那么多 我们马上去片啦 好了 现在就来到今天第四天了 对了 来到第四天的早上了 今天我们会是8点起床 去哪里呢 就是去高知城 开了咪啦 对了 那去完高知城呢 我们探访完呢 我们11点钟呢 就会坐JR去琴瓶的 听说琴瓶那边今天下雪 就可以拍多些雪景的东西了 对了 那我们去完高知城或者去之前呢 如果经过有好东西都会先光顺了 因为已经是太饿了 好了 待会见啦 早晨 早晨呢 我们终于醒了 去到我们预备出发去高知城 之前我们会先吃个早餐 但是呢 我们去回最多食物的地方 因为呢 基本上外面呢 我们走过了 外面是没有食物的 都关闭了 还没开 那这里呢 其实大致上都可以看到 你看到全部呢 你可以转过去看看 是没有什么人的 因为呢 店舖的店舖还未够开门 还有呢 我们怀疑是 星期日才是多人的 通常他们是上学啊 上班啊 所以有些店舖的机会大不开的 是的 那我们最后看看吃到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白饭鱼 你吃白饭鱼刺身吗 哈哈哈 不敢拿来刺身 1000日元 1000日元就是70元 可以试一下 这个 早上呢 我们没有错过这个 烧鱼 那样东西 虽然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那在饭堂吃完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去高知城了 原本打算进去高知城逛逛 怎知拍完timeless的时候 已经过了钟了 没办法啦 就当去门口就当去啦 好了 现在镜头一转呢 我们就已经来到JR了 那刚才呢 就差点迟到 因为呢 我们去高知城的时候呢 已经是用了很多时间去拍摄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会坐这一班 是的 就是11点13分的 就去这个江山 那途中呢 我们就会经过这个 琴瓶 那就会在那边下车 是的 好了 那一会上到列车再拍一片 给大家看 是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比赛 开车了 出发 由高知去高平 所需时间两个钟来 就能去到的了 接着他们就会有定时定后 有人来询费 你坐什么位置 是的 我们就是有个JR抗士 所以呢 变相就是坐自由职的 辛苦两量了 謝謝 然後搬了這些行李上去 真的很重 要這樣從底搬上來 辛苦了 我們去到金多比羅宮 旁邊的溫泉酒店再給大家看 我們終於來到琴瓶了 我們很興奮 在搭JR的期間 已經有些雪飄了 山上像糖霜一樣 滲了糖霜 很漂亮 我給你看看 當我吹出來的地方 哇 美得很漂亮 哇 Oh my god 看到那裡 雪呢 Oh my god 好 我們現在預備出發去我們的 哪裡 溫泉酒店 對啦 溫泉酒店 但是現在有人在打機 所以我們就停在這裡 我沒有動 好開心喔 真的 因為 我是想不到會下雪的 其實 因為 我們之前那邊 都是好 天氣是冷 但是很大太陽 但是來到琴瓶這邊 是有下雪的 好 我們預備出發了 拜拜 剛剛我以為這個指導門 是超漂亮 好漂亮 等一下 我想拍下來 幫你 1 2 3 1 2 3 好 我們剛剛 剛剛進入了 終於來到這個烏冬學校了 終於找到他了 我們預備學做烏冬 很開心 很興奮 有得下雪又有得做烏冬 不過蠢了 昨天才來穿雪鞋 今天這條褲不能穿雪鞋 沒辦法 你先小心 我們穿去吧 出發 是這個店 哇 有很多小朋友的東西 哇 正啊 正 可以落下周圍 超棒 應該在這裡給錢 這裡應該給錢 才去上課 他們那個坦很棒 好像千月千尋 很多隻腳的伯伯 然後在燒炭露的炭露 炭露爺爺 炭露爺爺 對 炭露爺爺 超棒的感覺 很新鎮 在宮崎進的動畫裡 其實剛才走斜坡的時候 為什麼很多人住琴參角 因為在地面 然後我們發現 為什麼我們那些是上山路 那麼斜的山路 還要搬著那麼重的行李 還要下雪 還要冷 整個人真的是根皮力竭 但是呢 我比溫泉酒店還要期待 雖然確認了 但是放了下就有些行李 然後三點鐘才進去 現在做完烏冬 然後再吃 吃自己做的東西 然後就可能 走多圈 然後就回去吃我們的晚餐 哇 好冷啊 真的 我們點了這個 骨腐雞 天婦羅 因為是我做的關係 所以就有一份烏冬 對 然後學費呢 就是這個 本身呢 我上網幫他幫兩個人 因為大少爺不做 幫我拍片 所以就 只有一人 對 因為他本身也不太想做烏冬 那我只想 好 我們預備出發了 好 首先呢 就要 這個 好 好的 哎呀 那個棍子 應該是這個 哦 咦 啊 失禮 哈哈 那支 我以為是那支 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人呢 就是拿了VP出來 哈哈哈哈 原來是獎狀來的 證書來的 不行 這個是要攝衫的 這個是 這個就是烏冬的 我要加一陣子 我剛才是猜中他的 好 好 哦 哦 1 2 3 戴上 1 2 戴上 1 2 戴上 2 4 OK 1 2 3 4 謝謝 謝謝 3 3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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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我們吃粗麵還是右麵 我吃右麵 我吃他煮的也可以 不行 OK OK 這條和這條 他要的粗度是這個 我 OK 不要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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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再幼一點 哎呀 人們這樣拍的 哈哈 那我們拍一次 就這樣拍 就這樣拍 完成 完成 我還有一杯 阿西 好開心 有捏捏捏捏的 哇 很棒 很難捏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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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些 小腸包 怎樣吃 我感覺到 都是這樣切 他剛才教過我們 怎麼切 這個就是 在那裡吃的 據說 剛才我拿了 這個棍子 當作是 別人 這個棍子 其實它們很像 基本上 這樣就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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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 好 現在開始 錄烏冬 這個粗 就是我自己切的 大部分都是比較粗 然後就用這個刮去攪 自己做的烏冬 就留在家裡切 你吃的 喂 我們剛剛就去完這個做烏冬 那之後呢 我們就吃完那個烏冬 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去這個金都比羅宮 對了 那裡面呢 其實這個宮呢 就是這個 被傳為是日本人 一生裡面 必定要去的神社裡 好啦 那我們一會兒再聊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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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等我 一腹熱城的等你 好棒 好棒 哎 謝謝 你這麼冷都吃雪糕,是不是神經病? 對,因為我想嘗試這個廚房加豉油 好像很棒 也挺特別的 是不是中兩張服? 不,不錯 真的挺好味道 好 這張服務就是... 對,詳情可以再來這裡 這次我們來到四角,剛巧就是日本大雪 在我拍攝時間日的時候 Koey真的冷到傻了,真的辛苦了 好了,現在就他們帶我們上去我們的房間 大家看看景色就是這樣 我相信我們的房間的景色都是這樣 好,來到這裡 我們就來到這個叫做什麼? 琴平花壇 我們今晚訂了的房間就是502 對,現在我們就走去 這個溫泉 這邊就是我們酒店裡面有的溫泉 其實我們房間裡面也有 看看我們的房間吧 看看我們的房間吧 好 沒有理由 好,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在這裏 什麼?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這裏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的溫泉酒店了 Check in 了 但是經過一輪波子之後 我們才能得到這間房 當然有點誤會 但是待會再告訴你為什麼 首先我們看看這間房 這間房有什麼特別 我們是一定要進去這間房屋住呢 啊 開到了 首先他們要先脫掉自己的鞋子 穿湯褲進來也不會 然後我們就放下行李 然後我們這個是日式的榻榻米 登登 日式的榻榻米 整體都是 你看看好像很普通 我們還會有浴衣穿 等一下可以穿浴衣去吃我們的晚餐 它會加入晚餐和早餐 然後呢 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要這間房 就是 其實本來我們訂單是 要自己私人的溫泉 實在太棒了 雖然外面很冷 但是私人的溫泉是差 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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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千元 但是我們現在加了一點點 就變成有這個溫泉 有這個景體 上面的景體也很漂亮 然後這裡預備更衣 就可以出去看了 好 現在出去看看 嘩 是很Q寒冷 但是它很棒啊 還有我想說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就是 我們去到二樓那裡 有得浸的 超棒 但可能要自己帶備一些毛巾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好 我們去浸溫泉 然後晚上看看我們的 淮石料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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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剛剛來到這個 大眾的浸安全 它本身在洗澡那裡 就有得 裡面再浸 然後室外都會有得浸 我們吃完東西之後 再回來浸 但裡面是 不能拍攝的 所以就變成 小心後面 那我們現在先去吃飯 拜拜 好 我們來到吃東西的地方 終於 它的菜單 它的菜單就是 我們今天會吃的菜 我們是選了 包晚餐和早餐 我聞到很多都是打火鍋 就是旁邊的住客 那我就看看我們究竟 會吃什麼 這個晚餐 是嗎 是嗎 好特別 奇怪 是燒味 好特別 這個是燒和外鍋 好過癮 我真的以為是打火鍋 對 太興奮了實實 那我們待會就告訴他們 吃什麼 拜拜 今天這間溫泉旅館 琴萍花壇真的很棒 大家有機會真的要嘗試 日本的一撲兩吃 是不錯的 雖然這次的旅程 有很多地方 我們只能去到門口 拍下Timeless就走 但是作為一個回憶 現在剪片都覺得開心 下一集更過癮 不要錯過了 拜拜 拜拜